完成了这个作品 我们要将它变成我们生活中实用的物品 而不是单纯就是一个 一套设上去的一个作品 好那今天我们运用它来做一个 很重要的小作品 那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的当然是 我们自己使用压克力颜料 所制作出来的这张图板 然后这个也是唯一 不会有第二次 因为第二次在制作的时候 它可能跟捐印不太一样 它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我要来做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独创性的提带 所以我需要这样子宽度的布料两块 一模一样的布料两块 这是前后 然后呢我还需要一个底部 这是底部所会用到的布料 以及我这次使用人质带来做包边 和提把人质带 这是2.5公分的人质带 OK这就是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材料的素材 好那我们优先呢 先来处理这个独特的地方 那我希望我的上半部是收边 它是一个带口 所以我需要把它剪下来 这是我带口的位置 好那我们先做个记号 在这个地方做个记号 带口的位置 上两两公分 我们要反折做收缝动作 上两两公分 好那把它拆剪掉 好拆点掉上端之后 反折先折一公分 再折一公分 车缝直接压缝掉 这是我们的带口的地方 那我比较建议就是上方再做一次车缝 因为我们透过两次的车缝 可以让我们的上开口会比较平整 好我们的上段已经组合好 那我们下段的空间 20公分的位置 好那我们就在20公分的位置做个记号 20公分我们再加1公分的缝分 所以它是在21的位置 21的位置 OK做记号 剪下来 OK那左右呢 左右的空间大小 我们可以去做衡量 那我们可以找出它的中心点 以玫瑰花的花心做中心点 好 然后呢 找出中心点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衡量说 哎我这个主体我要多大 比如说我这个主体 我希望它是22公分 20公分含缝分是22 所以呢 我就必须要使用22公分的22 整体是22 好 这是整体的空间 所以呢 我可以把它裁剪下来 好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动作呢 是后段这个位置 好 我希望这个袋子 这个袋子在这个位置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袋形 那我要制作这个袋形的时候 我不喜欢它单纯就是一个方形的袋子 而且我要属于做包底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我希望我这边是有个弧度 那这个时候就顺便跟各位分享 这个弧度 弧度包的制作法 好 这是我们的底部位置 这是我们的底部位置 那我们要使用底部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 属于缝分子所能够创造出来的一个特性 侧放一公分 上下侧放都一公分 那我们画出这个弧度来 好 我们现在直接这样子 一公分 那我另外这个弧度是 已经含缝分 另外一边一样 OK 有含了缝分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 上下两片 同时两片 把它修剪掉 这个弧度弯角的地方 这样你在车缝的时候 在车缝底部会比较好车缝 而且在结合的时候 会比较轻松愉快 剪下这两个位置之后 我们要来做组合了 很习惯的一个动作就是 我们先找出它的中心点来 找出它的中心点 好 做个记号 中心点的位置 我们在做记号的时候 上下两块的布料的记号都要同时做 这样子它才会均等 才会比较平整 不会混乱 然后呢 这个也要找出它的中心点 做记号 在这里 好 那我们三个记号都做出来了 给各位看一下 总共是前后片 三个记号出来了 那我们要开始先把 提把先车上去 我们这个地方先做预置一下 因为预置的时候 后续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就不会移动 预置这个底部的位置 我已经预置 整个带身预置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车缝提把 因为这个带子的接合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我使用的是人质带 人质带 好 那人质带车缝 先前我们的影片有教过 怎么去车缝这个侧带口 好 对准 直接车缝到上端两公分的位置 那我们对准方式 人质带会有一个 中间会有一个记号点 中间记号点直接对准步边 车缝 两公分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好 反折 车缝另外一边 好 我们的单人质把这个地方 单边车缝完成 然后我们再来 把另外一边也提上去 也车缝上去 那我们在车缝上去的时候 我们要去衡量我们的整体的带子的提把 那提把的长度 可以依照个人喜好去做调整 好 那我认为我这样子的长度可以 我就把它裁剪掉 好 我们一样把下面固定 这是单面完成 一样的完成 同样的提把方式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做接合了 那我们的接合主体呢 其实还蛮简单的 我们只要将我们的布料对准 车缝 因为我们到时候会翻面回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对准 沿着这个布边车缝 好 这是单边的车缝 带型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呢 先跟各位分享滚边条 一样使用人质型的滚边条 那我们直接对折 对折之后呢 我们的车缝点 你要记得是对折 就是左右对称的对折 然后对折车缝的点 是在靠近开口的边 也就是说是这样的 好 车缝 这是收编最快速的方法 使用人质带 或者是滚边条 好 这是单项的接合 那我们另外一项 也要相同的方式来接合它 我们再来一项 我们再来一项 好 不然 我们再来一项 好 我们再来一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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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一个主体 然后我们现在剩下上方开口的位置 收编,收缝就完成了 那上方收缝的部分呢 我们一样使用人字带来做接缝动作 好了,已经车完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翻回来正面 简单的带身就完成了 透过简单的车缝方式 踏硬的作品就可以成就成 一个独一无二的带子 那这种带子呢,如果您要去像孩子要去补习 或者是说您出门上班的时候 需要携带A4以上的文件的时候 其实都相当好用 因为空间够大 然后制作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及容易 所以呢,是您在制作一个环保带 或者是说文具带外出行用带的时候 相当好用的一个制作方式 那这种包扁呢,是使用人字带 一个人字带就直接是包边 也是提把,一字万用 然后带身的部分呢 它是属于比较特别 圆弧形的包底的方式 来做一个呈现 所以呢,你的带子就不会很适方 然后感觉上好像太僵硬了 反正它有它活泼 让它惬意的一面 好,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作品 就到此结束 对亲频道有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 记得回来一起玩手作哦 拜拜